你怎样自己 怎样定义自己的组合 其实我们好像 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组合没有定义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什么都愿意尝试 我觉得很多东西一旦给了标签给了定义的话 格局就被限制组合 所以我们格局很大 我觉得我们很多事情都愿意和可能去尝试 跟我们的比如说音乐风格还有舞蹈风格 我们都没有给自己设限 也没有说设置哪个事情我们不能去触碰 我们不仅是一个唱跳组合 包括如果有综艺和演戏的机会 我们都愿意去尝试一下 对 其实路线也是OK的 多走一点 全面开发 那每人用一句话或者一个词形容一下熊猫堂 开心 热情 我觉得阳光和积极 尝试 我觉得魔性和喜感 很魔性 然后最终结一下唱跳给力 这个是重点 因为说实话 因为我们是一个唱跳组合 唱跳是我们的工作 是我们的本质 所以这个是一定要抓的一个业务 所以我们在这个业务上再叠加很多其他的可能性 都是额外的 我看到大概的介绍就是大家以前好像都是从事各行各业 可以每个人说一下 我以前是做旧搭歌手的 是电话歌手 我之前是一名大马模特儿 然后也做PR活动公关 还是一名地铁司机 我之前是互联网的项目经理 我之前是石油工人 就是那个中国石化 然后业余时间有叫小朋友跳舞 做那个舞蹈教师 后来都是鞋长青年 多不一样 鞋长青年 那大家是怎么凑起来的 我们每个人都来自不同的地方 然后但是可能我们每个人都喜欢唱歌 都喜欢跳舞 多多少少可能在自己兴趣爱好 比如说有在网上会翻唱一些歌曲 然后再学一些很多的舞蹈 然后可能也是因为公司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机缘巧合 然后把我们就是集中在一起 然后培训然后筛选 我们我觉得是新牛二 那大家大概筹备了多久 我们训练了大概一年多 400多多